一切从一个展览开始 我们希望能为宜兰流浪犬做一点事 我们遇到最困难最困境的 就是很多狗都种山猪略 看到狗的时候 它会往里面跑 那我们要去救它 一定要顺着这里面进去的时候 它就像你看这样 像走迷宫 你看遇到这样 其实这些路我们都走过 就是为了找狗 而我们进去 我们只能走到那个近处 我们也不敢再进去 寿意垂肿以后 它就跑到深山里面 就跑到里面去了 那当我们四五个人 追进去里面 我们像走迷宫 我们都失踪 我们自己都走不出来 我的能力有限 救援有限 收容有限 所以人家说 什么条件到你这边 那都是瞎眼断脚 我里面都是一只脚 你刚才看那个删除掉的 断两只脚 这只也断两只脚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收到 无数的求救的信息变化 那这是一种很无奈 真的很无奈 因为你每一只 你都想去救 因为能够通报你的都蛮差 所以我们在救援的 DNVR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但狗儿回放后 人要去面对这个不友善的环境 而莉莉姐就是第一线的救援者 那有些就是我们会去评估 他已经没有办法 医疗后没有办法去连放的时候 那就我们会收留 所以我们每一只狗 我们都让家人救回来 在园区内的一百多只狗狗 都是采用个别喂食 因为每只狗狗都有不同的身体疾病 可能需要个别投药或是观察进食状况 以确保第一时间给予照顾 不同尺寸的狗狗也需要分开进食 特别是走不出受虐情绪的自闭狗狗 他们走不出笼子 只愿意在小空间中生活 人手永远都不够 要在第一线能做得更多 不能只靠自己 我们一直想说结合宜兰的爱妈 因为宜兰的爱妈很辛苦 我们希望靠更多的力量 然后我这边只要我有资源 我一定都是给他们 我们与大臣莉莉馆长一起跟着爱妈 在宜兰乡间进行喂食 看到爱妈很小心地 在不会影响人类空间的地方 放置食物点 流浪狗不亲人 爱妈们放完食物后 会再远远地偷偷观察 看看有没有新的狗儿受伤了 需要救援 或又有新的狗被弃养了 需要进行TNBR 我想希望所有稳定有一个兽医 那我的兽医不一定 它会是在我的里面 就是说针对我的狗 而是我们都可以出去帮助那些爱妈 流浪狗的问题是漫长的解决之路 但每次流浪狗所遇到的困境 却是天天在发生 流言水晶博物馆邀请您 来传艺中心欣赏懂爱的朋友 收藏小小琉璃之美 也为宜兰流浪犬尽一分力 狗的忠心热情让我更懂爱 帮助毛孩子我们一起加油 用心雕琢琢琉璃的美 用爱守护台湾的毛孩子 我们一起加油 喜欢动物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尽一份心力 爱心在那边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